我天,那船棚吗? 谁在家我? 有花友问我世界上最好的肥料是什么? 养花用什么样的肥料最好? 那么最好的肥料就是大自然去生产的,也就是堆肥。 花友问我堆肥的这些注意事项做那样的, 我下面给你们好好捋一捋吧。 可能花友在养花的时候舍不得买肥, 老是喜欢自己嗷一些肥料,觉得自己嗷的好, 就跟咱们吃饭一样,觉得自己在家做的好吃, 不停地研究各种烹饪。 我说,很多花友也是, 他舍不得买肥料自己在家研究肥料, 什么鱼肠子,什么臭鸡蛋, 那个,剩的米饭。 他就自己搞个桶,盖上盖, 凹起来。 有的花友很实在,拿着那种金龙鱼的, 或者是卤花花生油的那个油桶, 它们凹上,拧紧瓶,出去玩去了。 出去玩了半个月,被人物业打电话给叫回来了, 人物业说你家的马桶是不是炸了呀, 人家楼上楼下都举摩。 回家以后,他嗷的肥料炸了,臭鸡蛋, 鱼肠子崩了一墙。 缺点就是什么的, 因为在欧肥的时候,第一,他肯定会释放大量的臭气, 第二呢,他会容易脏, 你要是不透气吧,那就暴脏, 你要透气吧,那就脏,就。 你晚上知道。 而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也是, 有一个老太, 那个大爷特喜欢养花, 他也特喜欢吃鱼, 那大爷特喜欢吃鱼,他就特喜欢养花, 他就把鱼床子弄了个桶, 放到楼道里边。 人家离的二里地, 就知道这个楼是不是公厕啊, 这是缺点。 右脸在于哪呢? 右脸就在于废物在利用。 人话说,老华一, 我怎么样, 追肥是最安全的, 走,带大家去。 走,带大家去看看咱们那个追肥现场去, 好吧, 让他们看看我们大棚里面是怎么对肥的。 看到那个小板房了吗? 对, 世界上最好的肥料都是出自于这个厂家。 很多人问我最好的肥料是什么, 其实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肥料厂。 只不过我们这个肥料厂的话, 我们这个肥料厂的话呢, 目前它的这个元素有点单一, 只有人这一种动物排出来的粪便。 大家也可以看到, 肥力都已经大到把旁边的花都给烧死了。 特别的猛, 肥力杠杠的。 有个下雨, 我就不给你们形容了。 我去搞一下生产,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。 我是老华一, 养花最专一, 拜拜。